宏都拉斯的水患过后 在这几年此季陆续 援建了三批的大爱屋 也一一的启用了 援建大爱屋的过程 跟当地的居民结下好园 最近趁着房屋启用举办议诊 医疗团队是特别从美国 跨境前来支援 最为特别的是 宏都拉斯首都有一间医学院 特别出动了23位医学生 来担任医病之间的翻译团队 难得可以求诊 不怕早 只怕晚 在丘陆地家市 许多民众辛苦挣的钱 花费资助比较 通常去医院的话 只有就说急诊才可以 所以这次有这个疫诊 他们很高兴 除了八位医师看诊 还有23位年轻人陪伴协助翻译 医学生非常的欢喜 病人也觉得非常的满意 我们提供的服务非常的满意 有缘相聚和唱一曲《一家人爱心串联》 来新闻真善美之工陈慧毅黄健良 宏都拉斯报导 感谢观看